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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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已經服務了維港兩岸超過一百年 搭船去中環的Billy 本身是一位最深於研究香港歷史的學者 這一刻的他仍看著眼前維港警示 腦海裏面就好像追溯一個屬於一百年前的景象 其實在大概十九世紀末 已經有一些外國人組織一些輪船公司 提供維港兩岸的一個輪船服務 而當時使用的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商家 或者是來往港狗之間可能是一些軍人 或者是一些警察或者是一些做生意的人士 所以相對華人採用這個船隻的機率 就比起外國人是少些的 在1910年代之後 九港鐵路是通車 這一架的船其實是可以說 將香港島的人如果他們需要去九龍 去國內的時候 他們就在中環坐船過來 然後接駁這一架九港鐵路 去新界甚至去廣東一帶的地區 今天的尖沙咀能夠成為世界知名的旅遊重點 其實是與維港兩岸的道論服務有很大關係 尖沙咀碼頭因為它與中環是最接近的 可以說它的定位本身就是 香港維多利亞城的配套 所以它這裏整個經濟鏈 都是走一些接近洋貨的一些位置 當香港島不夠地方擠貨 我們將一些沒那麼緊要的 或者次要的貨品搬過對面岸 所以就在尖沙咀碼頭隔離 就出現了一個很大型的貨倉 這個貨倉慢慢也都後來發展成 今日的海運大廈 這位沉醉在攝影世界的朋友 他叫做Jeremy 他本身是一位攝影師 最喜歡透過鏡頭 記錄瞬間變化的城市面貌 這個位置嗎 現在的光很漂亮 很少這個時候來是沒有人 也很特別 其實整件事很可憐 因為沒有人之餘 日光就剛快入落的時候 那些斜的一些陰影 其實很漂亮 設計這個線條 其實從一個視角的角度來看 好像很不屬於這個年代的東西 但是更加加了一個範圍 就是好像有一點衰懷的感覺 好像幾十年前的空間 搭船過海 都算是Jeremy的生活日常 但是一口氣 搭四船船來回為港兩岸 捕捉杜輪上的人物和風景 就真的是第一次了 船內都很窄 所以大家已經很有經驗地避開了 無論是乘客避開水 或者是船長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一個這麼合窄的空間 大家都會很靈巧地 不斷地遊走 基本上都是同時間競賽 即是你埋岸 接著要拋繩 所有事情都要很迅速地發生 所以他們其實非常有經驗 應該做了很長的時間 可能我剛才也做到他們 拍照的時候 整個配合 其實我們有很日常 很簡單的一些時刻 其實原來當中牽涉到很多智慧 或者很多經驗 現在因為用了機動的板 反而我們覺得沒那麼好 因為手動的時候 掌握在自己裡面 維港裡面其實的浪口很厲害 一拍過去 有時候你看到好像平平無奇 突然間就有一個暗湧 有一個浪 所以如果我們用手動的話 即時起半塊板 就不用令到那塊板有損傷 我叫阿輝 在青青小輪工作了十七年 我是做水手工作的 即是堤艦 或者做繩藝的工作 上層會比較平和一點 因為一排一排的椅子 空間比下層都比較寬敞 好像比較放鬆 或者是享受多一點的空間 即使是幾分鐘 但是下層是非常忙碌的 因為那些海員和船長 全部都是下層 還有剛才說的 很窄的 還有它裡面的機房 全部都是下層 你會感受到星同色 降降降之外 你會聞到柴油味 或者是更加貼近的海 你會聞到海水的鹹味 所以下層是一個非常之 感官豐富的一個 比起上層 就是一個經驗 看到嗎 看到嗎 一添人 整隻船的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立工作崗位 船長負責駕船 副船長負責協助船長 看看四周環境 有沒有船近 水流都比較以前急 因為維港窄了 導致水流會走在一起 難度是高於以前的 怕船停聚 就看著碼頭 去到距離差不多 試一下倒車 那邊就準一點 因為我們拍船 乘客的感覺最大 因為它 怕不怕得穩定 會不會動 因為動得很厲害 乘客第一次感覺到 1999年入職 做到現在都二十多年了 由水手做起 做到現在做船長 這次是一個很短的旅途 像一個很短的旅途 像一個很短的旅途 船上見到的景色 其實每秒都在變 而且它是全天候 對出的天是海 天的變化 海的浪有多高 其實都很影響到 你作為一個乘客的感受 可能那天很大風 很大雨 浪很厲害 感覺到它真的在飄 好像跟它共為一體 那幾分鐘 或者十多分鐘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 剛才我們下船 看到天色很漂亮 漸變色 由黃色、橙色、紅色 一路漸變去紫色、藍色 其實很少遇到這麼漂亮 海風很漂亮 尤其是現在的天氣 秋天 很棒 船上 船上 有些方位不斷地變 所以 原來是不容易拍的 其實很吊軌 因為其實你坐這艘船 是一個很放鬆的行程 即是一天就完了 身心疲累的狀態下 你可以很享受這十分鐘的船程 但是呢 一有部機器在手 不斷在手 不斷在手 對 但是呢 就是另一種享受 行程是不斷地變動 你如何把握在變動之中 去找回最純粹的感動 即是可能我就用攝影表達 可能其他人有不同的 自己表達的方式 所以都要捉緊那一部感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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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是 是 三番加起來 我駕駛三十幾年 我做了幾年水手 開始升上來做副船主 再升船主 最煩惱的時間應該是八幾年 剛剛大陸開放 又多高速船 又多貨運船 游艇變成了海面 很煩惱 如果說刺激 那時候是刺激些的 因為船多 你要打上十二分之陣 你才能游艇 雖然我們的車船辛苦了 被船多了 但是看到這麼慶望的海面 我們又很開心 暫時已經幾十年了 現在平平安 OK 船內有一個地方 當很少人有機會進去 這裡就是船的心臟地帶 機房 由於船的引擎 發電機等等的設備都在這裡 機器轉動產生巨響 所以這裡最大的特色 就是好吵 機房負責人即是機長 他的責任 他的責任就是確保所有機器 運作正常和安全 來找機長的是Deman 他最喜歡 就是研究香港海陸空交通歷史 所以這方面 沒有東西難到他 在今天的船來說 其實所有操縱 就是船長負責去加速 減速 在七十年代之前的船 其實這個操縱是分開兩部分的 船長在上面控制那支速度桿 其實只是給一個訊號去機房 讓機長收到 而由機長在機房 是負責控制那隻船的快慢 和向前向後 機房是看不到外面的 機房是靠船長的那支桿 撥下去給一個訊號 究竟現在行什麼速度 他們隨時長時間都要保持好 這個良好的溝通 才可以操縱到一隻船 Deman說得這麼投入 讓我先說一點歷史 這裏是游馬地天后廟 牌面寫下了 捐錢重收天后廟的商鋪名字 照樣看 游馬地一帶 在清朝光水年間 已經有不少商業運作 而他們的貨源 不少都是來自中上環 在19世紀中期開剖 政府機構、醫院和主要商行都在香港 其實他們主要是批發商 特別強調就是華人 他們除了在港島之外 在九龍都聚居 包括現在仍然有很多人聚居 在九龍做一些小生意 他們拿貨 無論如何都要回港島 因此渡輪方便了 在九龍居民來香港 去辦這些事務 其實那時候 大致上出現了十幾間 這些所謂街坊式的輪船公司 或者我們現在的理解 可能是街坊之類 其實是解決了一些交通問題 但政府覺得這樣是挺亂的 不如試一下發個牌 找一間公司做這些航線 1924年的時候 油麻地小輪組成了 當年第一條航線 是由油麻地開始的 所以這間小輪公司 也因此叫做油麻地小輪 七十年代就是它的高峰期 最高峰期的時間 擁有的船隊是去到一百三十幾艘船 船名都相當特別 每一艘船都是用文字先的 它亦都很特別就是 是用一些四字成語去組成 譬如信譽冬厚 榮華富貴 家權輕量 聲平道德 健康智慧 進業雲開 還有這個定邦合群 其實是相當押韻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80年代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坐船 見到很多人都排隊 不知道等什麼 我上到船 看到那碗東西 已經知道是什麼 又好像是我們公司的招牌 又好像是我們伙企的招牌 是我們這裏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 集體回憶 上到船 總是找一件東西 好像還沒找到 那就是它 就是它 這麼簡單 它是我們的精神食糧 還有當時是相當奢侈 但是又很豐華 很好的享受 為何有這碗餐蛋麵出現 最主要是 70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 人的生活節奏就開始緊張了 上班下班 為了爭取時間在船上吃東西 這碗麵因此應運而生 通過這個賣餐蛋麵 可以令同事的收入增加之餘 另一方面 亦都可以提升到 渡輪的服務 船的同事草用心 很快將原本的工作做好 第一時間飛奔去這個檔口 賣這碗餐蛋麵 為什麼呢? 這碗餐蛋麵賣完之後 其實他們是有一定的利潤 可以自己分享得到的 由於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 所以我們汽車渡輪的需求 都相當大 特別是在維港兩岸 香港島和九龍這方面 最多的時間 是有七隻船一起走 但汽車渡輪 往往是超過一個小時 或者以上 這個情況 甚至乎在東瑞開了的時候 汽車渡輪的需求都相當大 直至到西九龍填海新機場項目 受到影響 佐敦道碼頭 這條航線取消了之後 以及西瑞投入了 這個汽車渡輪才正式日漸適美 演變成今天 剩下危險品汽車渡輪服務 我們是全日不停地穿梭 維港兩岸提供這個危險品汽車服務 一般在上午來說 一早六七點 就在九龍有很多危險品汽車會過去 這些車中午之前 又會回流回去九龍 在晚上也有一個這樣的循環 其實一天在危險品汽車裡面 我們是有三個所謂高峰時段 因為運載這些危險品的車輛 是相當有限 所以他們必須射完油射完氣之後 第一時間去他們的氣站 去油站 重新補充完 再運載油運氣 供應給香港島的需要 因為我們提供的服務 都是相當重要的 它也是為市民大眾提供這個服務 每天穿梭維港兩岸的渡輪 船上無論是船長、水手、機長 又或者是每位工作人員都緊守崗位 攝影師Jeremy透過鏡頭 都有深刻的體會 好像會留意到每一個船員 或者每一個工作崗位的人 每一刻的付出 或者他每一個步驟 可能每一天都是重複 這個步驟的工序很多次 但是沒有這些工序 是不行的 令到可能 坐在船上的人 是有危險的 另外可能有一點反思 就是原來我們 有時生活可能太單調 或者是 都是做香港的事情 所以有時不要抹殺了我們這些時光 慢慢累積下 都會有它的功用 或者是有你自己的記憶回憶 好大聲 好大聲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